前半段 因為科普教育 我就先大概介紹一下它的故事 然後這個甲骨基本上 當初就是在河南殷墟這邊發現 這個是殷墟的遺址 那當初發現最主要是清朝 當時的教育部部長 那當時據說他是得到瘧疾 他要吃一些這個中藥 結果就看到這個甲骨字 後來劉鶴當然就收集了他 後來留下來這些 做了鐵雲掌櫃 其實它上面字沒有多少字 就是一些拓片 一些簡單的解釋 那無論如論那就是地人 解釋甲骨文的處理 那有時候我們看外國人 在描述那個中國字的筆劃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非常辛苦 因為其實一個中國字 它就大概簡單的幾個字根 兩個 三個 四個就搞定了 你只要知道每個字根大概是什麼樣子 大概在幹嘛 大概這個字你就猜得出來 所以它不應該是一點 一合一比這樣 那應該是一個部件 一個部件去學 這個就是我們數學演算法的 Lock計算 如果你是一個一個字根這樣在學 那你一下層次就滑倒非常高 你一下就掌握了 那你如果是一點一畫去寫 那你就是四萬六千個字這樣去寫 這個太辛苦了 我就是只要是中國字 參與中國字組合的這些字根 我就全部把它收解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甲骨的這個字根 大概就五百四十幾 那這些所立定下來的字根 關鍵在哪裡呢 你常常查一個比如說一個人部 一個金部或一個水部 到底它如果混在一起 它是要算人部還是金部還是水部 你就搞不清楚 可是對我來講它都算 每個字根一樣重要 所以換句話說它就是它的組合 我用這些字根就像積木一樣 我可以把所有中國字排出來 比如說甲骨文字根 它就把所有甲骨文排出來 那這樣問題就解決了 你也不用說這個是元素還是構型 還是部件還是什麼 都不用 那為什麼從甲骨文開始最好 因為甲骨文一開始就是畫土了 所以比如說灰塵的塵 它就是畫一隻鹿 土上面跑就是塵灰塵 這個字到中國就變成小土 那我的意思是說 當初創造這些文字的時候 它的情境各方面 你如果掌握住 那其實對字根掌握好 那它大概就是這些的排列組 所以這樣的話 這樣在學習這個中文 就會比較有一點意義 還有幾個字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許慶雄老師剛出的書 不過我覺得這本書真有意思 它就以字為單位 告訴你這個可能怎麼唸 怎麼趴出聲音 然後比如說大家看一下 這是一個網子 那這是一個人抓著這個網子 所以無形之中 你大概就知道它要幹嘛 那比如說這個禍 這個禍很有意思 這個禍你要是懂它的故事 你就根本就知道它這個字怎麼來 它禍是這樣 禍是一個聲音 哗啦哗啦哗啦的聲音 什麼聲音呢 就是下大雨 下大雨有鳥在飛 鳥看到雨下來它就要飛走 所以雨滴打在鳥上面 這個哗啦哗啦的聲音 這個禍 所以為什麼學中文會非常困難 就是如果你不從這種字跟這種故事去學習 那你就是一點一畫這個學習 那這種學習 學習不完太多了 所以這一片是非常有名的一片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先把這文字看一下 我先介紹一下 大家理解之後再去看這個 賈申浦 就是在這個時候 賈申這個時候做了詹浦 他殼這個真人 那父好就是傷亡的太太要生小孩 生小孩好不好 這王因為是他的老婆他自己站 他就是說在盯這個時刻生就很好 跟這個時刻生也不錯 結果他預料的時間都不是 結果又過了三十幾天不好生了一個女的 古代生女的就認為是不好 所以三尋又一日不加為女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 你就可以開始這樣 他就是這個 所以你看他這個很亂 所以你也沒辦法 他這個space就這麼大 你要他怎麼刻 那沒辦法 再刻出來那就是 然後他左邊右邊刻喔 左邊右邊 他要把這事情完整記錄下來 那也還好他們當初這麼認真